第166集 少数几个离着大司马营帐较近 还比较明视力的 隐约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自觉地守着帐外三尺 不让人靠近 被问及理由 便装傻往地上一指 称积水较深 走过去要失邪的 什么鬼理由 真不愧是桑齐带出来的兵 奄奄抽了出嘴角 刚想冲进去 就看见燕云之脉步走了出来 看上去睡得不错 神清气爽 于是 掩掩白了拦路的那几个人一眼 心倒是哪有什么积水 上前拦住他 啊 战场收拾得差不多了 明早应该就可以开拔 进入越长 我已经先派一堆人马过去了 燕云之边往前走 边应了声 好 对方个子比自己高 腿比自己长 本来平时就跟不上 最近腿脚不太好 追起来更是费劲 奄奄追了两步 问道 桑尔怎么了 只听燕云之云淡风轻地说 没大碍 再睡一会儿就好了 语气非常平常 让人不由地信服 觉得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桑奇只不过是太累了 在他那儿睡得天昏地暗而已 帐内的 桑奇一心虚 悄无声息地往里侧缩了缩 炎炎嗷了一声 挠挠头跟了上去 还不忘嘟囔一句 真能睡 帐外围着的几个士兵 面面相去 不得不在心里感慨了一句 大司马真是神人也 右将军也真是够单纯 而后轻轻嗓子 才从帐边撤走 各忙各 桑奇疲乏得很 果真在他那儿又睡了一觉后 才趁人不注意悄悄溜出来 回到了连篇身边 连篇一看他的表情 就知道有什么不对 凑着没凑上来 用胳膊肘推推他 问道 小姐 你出什么事吧 能出什么事啊 桑奇干笑着 拿了水囊喝水 洋装不解 连篇问了半天 没套出话来 只好作罢 但看着桑奇第二天 骑马的姿势 就明白了几分 桑奇对男女之间的事情 向来不感兴趣 一知半解 不代表连篇也一样 同府上的婆子 丫鬟接触多了 私底下传阅的那些 见不得光的画字和画本 他也不是没看过 对于桑奇和燕云芝 在帐内期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心里已经猜出一样 在月城安顿下来后 他便去了一趟郎中那 回来给桑奇 熬了一壶热肠 桑奇接过来一闻 就皱了皱眉头 疑惑地问道 这什么玩意儿 红花 脸篇没好气地说 在他身边坐下来抱怨道 大司马也不问你想想 毕竟没成亲 你又在笑气 万一不小心身怀有孕 传出去可怎么办 桑奇尴尬地咳了咳 面红耳赤 搅着手指头低头说 他 他 干什么 连偏白了他一眼 你就知道他好 永远偏袒他 桑奇吐了吐舌头 也不是我偏他 他 还帮我推拿过的 用细如文睿的声音 说完这句话后 为了不让连偏操心 他还是把这碗 红花水喝了下去 连偏看他喝得干净 方才满意 事已至此 多余的也不好说什么 只叹了口气 叫桑奇还是多小心些 便去睡了 然而 比起操心 他会不会怀孕 眼下还有更棘手的问题 占领越城后 原本松了一口气的将士们 很快便发现了一件 非常奇怪的事情 越城里物资紧缺 官府根本没有存粮 本以为可以暂时获得 真勇寿部剩下的补给 不必像之前那样着急 等待后方队伍上来的他们 再一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他方的道路尚未可以通行 而他们的粮食 就算再节省 也只够吃两天了 众人商议对策 燕云之沉吟一番 提议道 我们可以向月城的商号借粮 燕燕觉得不太可行 现在是战士 他们若是有粮 高价卖出还来不及 哪里会借给我们啊 燕云之道 钱我们不差 只是一时难筹 若是他们高价肯卖 以我们几家的生育 先借些粮食 回头再把钱补上 也应当不成问题 于是派人前去打听打听 月城之中 现在有没有什么大型商号在 粮商们现在手头都有无存粮 打探的士兵很快就回来了 兴奋地说 月城现在确有一家商号在 而且卖粮 还是大燕第一大商号 汤家的铺子 一听说管事的是个汤家姑娘 桑期想起一个故交 决定由自己出面 前去会上一会 临行前 他和连篇张罗了一番 带上了紧背的几套 首饰中最好的一套 汤家铺子位于月城的中心 装潢最豪华的那家旧市 非常好找 街道上因为战乱 没几个行人 大多商铺都大门紧锁 挂上了歇叶的木牌 只有这里还在营业 宛如仍在太平年间 为了掩人耳目 桑期穿了一套平常的衣裙 看上去不过是个 普通贵族小姐的模样 进了店门 对掌柜道 有事要找东家商议 掌柜一看她的气势 便知是重要客户 恭敬了一台手 请她到二层移送 桑期跟着去了 见到这个汤家小姐 眸光一亮 果然是汤宝鑫 汤宝鑫正独自一人 在二楼算账 像算盘波的琵琶响 看到桑期也有些惊讶 白白手叫掌柜下去 便起身道 桑期 你怎么来了 桑期笑笑 我也想问这句话呢 冰花马乱的 你家里怎么放心 让你到月城来管事 汤宝鑫倒是一副 无所谓的样子 耸耸肩说的 没办法 睡觉我不安分呢 你不也一样 说着略显鹰气的 眉梢一条 抬手客气道 做些说话 就别重逢 本有太多的话想聊 可桑期有任务在身 不便寒暄 聊聊几句后 便开门见山地切入正题 阐明自己的来意 汤宝鑫听完 面露犹豫之色 沉思半上 轻叹一声 说了句 恐怕不行 不瞒你说 朕将军他们在的时候 粮草就都是我们供的 可是拿出来给你们 以我们现在 站在朝廷这边的立场来看 怕是不妥 他边说 边摇摇头 朝廷 想必是指的 卓文远的朝廷 桑期想起 最后一次二人相见的时候 正是在卓文远和宋佳音的大喜之日 他心下明了了几分 不过是萍水相逢的缘分 自己来了 对方肯友好相见 已经是给了面子 段不会因为这么点情分 违背背后整个家族的意愿 桑期将价格再次抬高之后 对方还是摇头 他便知道自己是要无功而返 正巧这个时候 从三楼下来了两个男子 看样子好像是汤宝鑫的兄长和叔叔 汤宝鑫起身给二人行了礼 出于礼貌 桑期也跟着作音 两个男子中年纪较长的一个 问了问桑期的身份 汤宝鑫直到是来买粮的 并未说姓甚名谁 然后用眼神示意他 有送客之意 桑期领会便大方自然地告了辞 说着回去跟父亲商议了之后再过来 快步下了楼